一旁的韩风 韩庆 还有墨王府的人 都情不自禁地替他们两个捏了把汗 心中暗自对皇帝如此无耻不要脸的作为 痛恨无比 韩墨两家的人 比谁都清楚 韩江学所谓的命格代上 无非是六皇子临时想出来 阻止韩墨两家联姻的未必守法罢了 打着这样的幌子 竟然便名正言顺的 理直气壮的 相关两家家务时 皇上这样的做法 实在是太不要脸 正当所有人都揪心不已的时候 墨黎却是突然间笑起来 当着皇帝的面 竟然就那般毫无顾忌地笑出声 如同听见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笑得从所未有地放纵 这样的墨黎还是众人头一回看见 而就得大家惊讶 还没来得及扩散的时候 却见墨黎在那儿 带着嘲讽无比的笑意 满着不可置信地说道 皇上这是在开玩笑吧 沉与江雪之间的婚约不可能解除 韩墨两家婚约也不用您多费心思了 一瞬间 除了墨黎的声音回荡之外 整个墨王府此刻 几乎再难听到旁的声响 无数双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墨黎 哪里想过 这位清静席位的墨王 竟会为一个寒江雪 为了自己这门婚事 而如此毫不犹豫 无所顾忌地反抗皇上的话 更何况 他的语气当真是 硬气到极点 那样的狂傲 难以想象 放肆 皇帝身旁的内侍太监先是一愣 而后却是瞬间大声训斥起来 墨王 不得对皇上如此不敬 说是不敬 还是轻的 刚才墨里的话 又何止是无礼不敬 站在皇权角度来看的话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皇帝这一会儿 被墨里如此挑衅军威 面色当然是不好看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没有直接对墨里 如此放肆言行 当众发火 反倒是抬手摆了摆 是一身旁的内侍 先不用说话 墨里 朕可是一番好心 你墨太过执迷不悟了 皇帝的声音没有什么感情 带着那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压抑得让人难受 皇上 臣不过就是要以江雪成亲罢了 这本就是臣与他的婚事 是寒墨两家的事 臣有什么不能做主的呢 何来执迷不悟一说 墨里哪有半点退让 当众说道 别说你们只是讲说江雪命中待煞 就算您说江雪克夫 克整个夫家 那又如何 臣不在意这些就成了 整个末王府的人不在意 那便成了 这种事 说来说去都只是 韩墨两家的私事 如何决定 如何解决 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根本不需要任何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 替我们操心 也无需提升到 让皇帝 甚至 整个东明皇室 都要强行介入的高度 不是吗 这话当真是说的 再坚定不过 这是我们两家的事 是生是死 是福是祸 我自个儿都不在意 跟任何人 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 谁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要求两家解除婚约 更没有这样的权利 来干涉两家婚事 哪怕是皇帝 也同样不可以 皇上龙颜大变 面色阴沉的吓人 顿时斥责道 莫黎 你这是 在指责朕 多管闲事吗 矛盾瞬间 愈演愈烈 而莫黎还是 没有半点示弱之意 皇上多心了 臣无此意 只不过 臣的婚事 臣有权自己做主 将来莫王府 哪怕因此没掉了 那也是莫家 臣 自己的事 与任何人无关 莫黎边说 边直接牵起了 寒江雪的手 直接当众 朝寒江雪问道 雪儿 你可会害怕 可不因此 而改变主意 这个时候 莫黎眼中 哪里还有旁的人 除了寒江雪之外 再也容不下任何 皇帝又如何 都远不及 他心中之人 半思的分量 莫黎的狂妄 因得无数人 为之震惊 然而 对寒江雪来说 却只有 最为心甘情愿的响应 勇敢地 并肩同行 不怕 也不改 若真把你给祸害死了 大不了 我陪你一起死就是了 哪有半思犹豫 根本不用知道 什么叫思索 这个时候的他 小得比任何时候 都要灿烂 美好 这个时候的他 最不缺的便是 发自骨子里的 那一份勇气 这样的一问一答 无疑是莫黎和寒江雪 二人彼此当众的 一种宣誓 那一种 管他天崩地裂 又何妨的气魄 是他们之间的 感情最佳的证明 这样的时候 谁还看不出来 莫黎和寒江雪之间 情比海参 这样的时候 谁又不晓得 二人当真是抱着 不顾一切的心态 势必捍卫 他们的婚约 如果凡人都觉得 世家全国里头 没有任何 纯粹爱情的话 那么 今日莫黎与寒江雪 便给大家 做出一个 最好的势力 没有过多言语 也不需要 其他的太多证明 两个人 就这般站在这儿 彼此坚定目光里 只有对方的身影 一问一答 一笑一千之间 带给人那种 心灵上的冲击 绝对无法形容 所有的人 在那一刻 都沉默而静止了 面前一对男女 如同超出凡尘的 一对神仙伴侣 美好的似乎 钉点打扰 都将是一种亵渎似的 还有不少人 面上不由自主地戴上 一抹发自内心的笑意 羡慕也好 妒忌也罢 这样的勇气 坚定 缩起地而出的美好 他们不曾拥有过 所以 这样的时刻 愈发让他们觉得 莫名的珍贵 你们两个 当真都疯了不成 这么破坏气氛的皇帝 终于从震惊 和失神中恢复过来 面对他们两个这会儿 势啰啰的对抗 哪里可能会有 其他人所产生的 那种美好感受 莫里 朕一直以为 你是年轻王侯里面 最出众 以 最有虔诚的 如今怎么会 说出这样的话来 皇帝气急 朝着面前一对 斥责道 还有 韩江雪 连老皇叔 连老皇叔都夸你 是个有慧根的女主 如今你们怎么 在这个世上 如此糊涂呢 莫韩两家 一旦有什么事的话 难道你们就真的 能够如此心爱理得 因为你们自己 一己私欲 所谓的儿女情长 所谓的儿女情长 便让两个大家族 陪着你们 一直倒霉 这样的事情 你们自我起来 就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 看着最卧龙的皇帝 这会儿竟然如此大意凛然的 说着表里不一 这人君子一般的话 不少人心中 都感觉好笑 当然 真正会因子而敢笑出来的 却只有极个别人罢了 莫黎笑而不答 但那样的笑 却分明表达着 对皇帝所人的否认 这一会儿 她倒不是说 无话可说 只不过 已经察觉到身旁 心爱之人 更想先生反驳罢了 请皇上见谅 姜雪倒并不觉得 自己有多糊涂 姜雪向来不信命 所以那些所谓的命格好坏 对我来说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韩姜雪 一脸桀骜不驯 连她自己都觉得 仿佛有点回到 重生之前的样子 那种 悟空一切 那样的感觉 很是奇妙 却出乎意料的好 无稽之谈 你竟然认为 青天剑推算 是无稽之谈 皇帝再次见识到 韩姜雪的狂妄 强忍怒火 说道 你可知道 被你推算之人是谁 是当年 元天氏清传弟子 他的推算 怎么可能是无稽之谈 正看你 是被那些没用的 亲亲爱爱 把脑子给冲晕了吧 从不信命 那你还能信什么 我信我自己 韩姜雪 好不迟疑地回答着 声音坚定有力 我信我的命 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信我命有我 不由天 一字一句 如尽了一般的 乍进大家耳中 谁都不曾想过 韩姜雪 这样的一名小女子 竟会说出 一番如此 令人无法置信的 惊天言论来 莫说其他人 就连莫离 都震惊不已 但震惊的同时 目光之中 立刻散发出来的 是满满的欣赏 和赞同 大胆 放肆 皇帝这会儿 可真是 被气得不行了 韩姜雪那一种 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狂妄 但真让他恨不得 立刻斩了 这颗可恶的脑袋才好 如此倒是 立马可以让人知道 他那条贱命 到底是由谁做主 看到皇上震怒 不少人这才回过神来 心中暗叫一声完了 看来这回寒江雪 当然真是太过火 浮到了 皇上逆龄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到极点 就算皇帝 以此为由 定他一个谋反之罪 也是 毫不冤枉的 敢说出这样的话 这说明此女 心中无事一切 那么 这一切自然也就包括 高高在上的皇帝 以及至高无上 不容任何人挑衅的皇权 皇上便是天子 韩江雪竟然敢拿天子作笔 还说什么 他命由他不由天 这么大逆不道 完全没有轻重的话 怎么敢当着皇帝的面说呢 韩江雪这世疯了不成 更疯的是 韩家其他人竟无动于衷 并无任何责备约束之言 而莫离这个未婚夫 更是不但不制止 反倒面韩赞许 笑意深远 这韩墨两家的人 当真都疯了 难道 他们不知道 面前的弑君 是天子 是随时随地 可以要他们小命 甚至 诛他们九族的皇帝吗 皇帝震怒 现场之人 可没有韩江雪 和莫离那样的好气魄 和心态 立马便在帝王怒吼之下 全部跪下来 满是紧张不已的高呼着 皇上息怒 这样的时候 谁都不敢多说其他的 更不敢稍有差池 免得引火上身 连累到他们 莫说这些不相干的人 就连寒风寒静 都跟着跪下 安道 江雪这一回 怕是惹上大麻烦了 心中飞快想着 到底怎么样 才能帮到忙呢 而张洛几家的人 一个心中 也是惊异的不行 根本没想到 韩江雪 竟会直接地 说出这样的话来 虽说他们各家 心中都清楚 与皇帝的矛盾 无法化解 不可避免地 直接对抗 终将来临 可绝对 不是这样的时候 更不是如此简单 冲动地 便将自己 以及整个家族 往死路上送了 各种疑惑 不解 紧张 惶恐 交织起来 紧张与压抑 让跪下的人们 连大气都不敢喘 当然 自然也有 没跪下的 立在正中间 压根没打算下跪的 不是茉莉 与韩江雪 还能是谁呢 韩江雪 这个导火索 如今自然是 万事不经的样子 茉莉 也同样如此 这样的时候 毫无争议地 用事实表明 他们之间的默契 和般配 这样的气魄 还真不是谁 都能够有的 韩江雪 真一直对你 比起他人来 都要宽厚得多 没想到 朕这份宽厚 反倒让你 更加无法无天了 皇帝伸手 直含江雪 几乎怒吼般的声音 把脸都给憋绿了 皇上息怒 江雪这话听着 是大胆了些 不过 却没有影响 反应到别人 是与皇上当真 不必如此动怒 韩江雪 神情轻松 显然不觉得 自己已经处在了 多么危险的处境 只是大胆了些 没有影响 妨碍到别人 哼 正看你这分明就是 木屋镇这个天子 分明是 谣言获重 皇上 没什么好口气 对着韩江雪 说道 你命由你 不由天 你的命 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嘴上这个天 到底是什么 你这分明就是想造反 光凭这一句话 朕便可以 诛你九族 看看 你这命到底是由你 还是 由朕这个天子 此话一出 底下不少人 已经惊出一身冷汗 朱九族呀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天子一怒 也许整个京都 都将是鲜血淋漓的呀 见状 韩江雪却只是 微微叹了口气 没有恐惧 没有反悔 没有慌乱 只有一丝 说不出的无奈 如同被人给误会 冤枉那小孩子似的 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皇上 您当真是误会江雪了 江雪哪敢有那样的想法 江雪所指之天 当真只是咱们头顶上 这片天空罢了 只得是世人所说的 老天爷罢了 并没有半点 影射借贷之意 还请皇上明察 韩江雪 你以为朕 真的不会杀你吗 皇帝哪里会理会 韩江雪狡辩 心中已动杀意 这样的女子 本就是个祸害 如今能够有机会杀之 当然 比指婚给老六监管起来 要好得多 要安心得多 听到这话 不少人的心 都提到嗓子眼了 韩风这会儿当真是 有些跪不住了 无论女儿心中 到底怎么想的 但她却是 不能眼睁睁看着 女儿再这样 一个人继续着 毫无必要的冒险 皇上明显 已经动了杀机了 她不能够让皇上 借气杀了自己的女儿 甚至这一刻 韩风根本没想到 整个韩家如何如何 自己又会如何如何 想到的 只是女儿此刻的性命 韩风如此 韩静亦是如此 然而 正当这父子两个 同时准备出生 替韩江雪 告罪求情的时候 莫里却是一脸笑意的 拉了拉韩江雪的手 而后出生了 好了雪儿 跟皇上说话 可不比跟我说话 你这个习惯不好 有什么话 一次说完才行 你看你 把这里气氛弄得这么讲 实在不好 还是赶紧 向皇上解释清楚吧 莫里最是 了解韩江雪 她心爱的女子 聪明绝顶 又怎么可能 如此轻易地 把自己推到绝境上去呢 虽然莫里这会儿 也不知韩江雪 为何会突然说出 这样的话来 但她却相信 韩江雪这么做 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同样 也绝对有着 收尾的能耐和方法 施以莫里 并不担心什么 只不过 看着皇帝明显生出 借机杀人之心 所以才出生 施以韩江雪 莫再玩了 早些 把这个套子给解了 省得真闹出些麻烦来 可就得不偿失了 韩江雪健壮 自然也明白 莫里意思 反正这一会儿 斗皇帝发火 看着那张脸 气歪了 也看得没什么意思 因此 也不再多耽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